大家好 我是James Chow 這裡是紅橋綜合交通樞紐 連繫了空運與各種陸上交通工具 我來到上海因為想親身了解一下 這裡剛剛實行的強制垃圾分類條例 我是很支持家居垃圾分類的 在家我會做好基本的廢物處理 教類、紙製品分開收集 然後就是一般的垃圾 不過有時我都會很好奇收集的廢物可以怎樣處理 上海的2300萬人口最近可能比我更加關心這個題目 7月起上海市率先將保護環境的戰線推進一大步 新的規例看起來非常簡單 將廢物分成四大類分別處理就可以了 乾的、濕的、可回收的最後就是有害的 不過實行起上來就大有學問了 原來雞骨、豬骨屬於不同的分類 手提電腦電池和手機電池不能夠放在一起 處理每一件廢物之前都要想清楚 由電燈泡、植物的根莖、金屬製品到藥物 華盛頓郵報就和中國的讀者開了一個玩笑 他發了一個問題 粟米心和粟米粒 用不需要分開棄子呢? 政策的背後當然是民生 一夜之間幾百萬人要改變生活習慣 而且條例的要求很高 大家都不敢怠慢 首先帶大家了解罰則 違規的罰款由美金30元到7萬元都有 而且即使做好了分類 都只能夠在指定時間棄置 你還要按規定包好垃圾 才可以在公眾地方處理 要有這麼重大的改變 政府當局是否覺得有很大迫切性呢? 先來說一下背景 上海被選為試點 為將來推行全國性的減費政策做好準備 自亂要用重點 環保是中國一大議題 過去十年中國政府一直想盡辦法動用軍隊種植樹木 動員各國的力量去支持巴黎條約 臨臨種種的努力都是為了保護大自然 為國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和大自然和諧共處 傳統上中國的廢物回收量偏低 今次以上海作為試驗場 全國不同省市都拭目以待 提起垃圾問題 上海製造出來的垃圾量十分之驚人 只是要14天時間 上海所產生的廢物足以填滿一座東方明珠塔 中國過去更加是國際垃圾的進口國 隨著中國正式禁止讓垃圾混入國內 這個問題才得以壓止 由耶魯林業與環境研究學院 出版的Yale Environment360雜誌 指出在一年時間之內 中國入口的塑膠垃圾大跌百分之九十九 並且引發國際間改變廢物處理的連鎖效應 廢紙的進口量也同時減少了三分之一 過程中當然有人會覺得有損失 進口洋垃圾是一門大生意 同時為很多國家解決了它們的難題 不過作為發展中國家 為其他國家接收垃圾 絕非長遠之計 上海市減費的工作十分艱鉅而且複雜 但起了一個帶頭的作用 在當前人類面對嚴峻的氣候問題 他住在中國這片土地之上的人 想為後世創造更好的未來 空氣、土壤、水源等污染 令它們和世界接軌 住在四川或者瑞士、北京或者巴西 安徽或者澳洲也好 大家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完全可以決定地球將來的命運 如果大家都是覺得分類雞骨和豬骨太麻煩 但可以再深入思考 這個關乎全人類傳亡的問題 我們要一起來 甚至寫我 ROES 谢谢观看